亚莫西利用大神弯的身躯 变身超神六形态 碾压贝奇塔的超五全功率 悟空当即瞬移到贝奇塔身边 贝奇塔扫了一眼悟空 卡卡路特 我们合体吧 我们不能在这里输给这个混蛋 我言 悟空惊讶地看向贝奇塔 贝奇塔指示着亚莫西 看也不看悟空一眼 淡淡地开口 卡卡路特 你应该感觉出来了 这个亚莫西的实力 就算你的4RG13 加上我的超五 联手也不会是他的对手 悟空点了点头 可他还是想知道 以往每次合体 贝奇塔都扭扭捏捏 这次怎么会主动提出来呢 听到悟空的问话 贝奇塔老脸一红 尴尬地哄道 卡卡路特 你少废话 这是最后一次了 以后我再也不会跟你合体了 悟空暗话没说 直接掏出了波塔拉的耳环 原来 他早就做好了准备 随着耀眼的光芒闪过 超级战士贝奇特再次登场 亚莫西一脸惊讶 看着贝奇塔 真的没想到 如今这个宇宙中 力量最强的居然是三个塞亚人 真不知道是神明堕落了 还是我塞亚一族要崛起了 直见贝奇特鼻孔朝天 灭视了亚莫西 这是你的遗言吗 如果说完了 就准备受死吧 一尘的怒吼声 从贝奇特口中发出 顿时 无数的闪电在贝奇特身上浮现 一股惊灵的能量 从他体内涌出 虽然感知到强大的压迫感 但亚莫西还是一脸轻笑的 看着贝奇特 他想看一下 两个塞亚人的合体 能展现出怎么样的力量 贝奇特身上的气息越来越强 此刻 贝奇特的力量 已经达到超神似的程度 可贝奇特的气息 还在不停的提升 亚莫西脸上的神情终于变了 从不屑到凝重 再到震惊 亚莫西发现 贝奇特的力量 最终达到超神六的程度 贝奇特嘴角微微上扬 很惊讶吗 怕死就投降了 闻言 亚莫西一脸愤怒的盯着贝奇特 无知的家伙 你现在的实力 你多算是超神六初七 而我已经达到超神六顶峰了 你在我面前 依旧是只蝼蚁蚁 听到亚莫西这番话 贝奇特失望的摇摇摇头 小小神官 可笑可笑 如果我说 刚刚贝奇特已经打败了你 你的小心脏会不会受不了呀 听到这话 亚莫西神色猙獰 两个卑微的下棋塞尔战士 竟然敢藐视我 给我死 亚莫西身情消失的原地 贝奇特立刻就要做出反击 但亚莫西的身形还没有出现 贝奇特的身躯 就被一股极致的力量所压制 整个人都直接定在原地 根本动不了 贝奇特眼神冰宁 下一秒 亚莫西才出现在他面前 一拳闪电般砸来 这一拳力道不重 却包含了无尽的破坏之力 这股破坏之力 如电流般传遍贝奇特的全身 疯狂的摧毁着他身上的细胞 撕扯着他的身体 这一拳 如果是打在贝奇特和悟空任何一人身上 他们当即就会彻底消失 但贝奇特不同 他是没有极限的传说战士 贝奇特咬着牙 想逼对亚莫西 然而此刻的亚莫西实在太强 贝奇特的拳头还没有轰过去 就为亚莫西扣住一歹 跟着骨头锻炼的声音传出 贝奇特的一只手竟然被亚莫西生生悲乱 看着贝奇特发出痛苦的惨叫 亚莫西不禁讥笑起来 你刚刚的嚣张气焰呢 你那豪言壮语呢 看着你这俯狼狈模样 我还是觉得 你刚刚桀骜不炫的样子 更招人喜欢 亚莫西一边对着贝奇特狂轰 一边嘲讽他 他的眼神逐渐疯狂 下手也越发独了 如此激烂的大概十秒钟 亚莫西一句重拳打来 贝奇特的身躯当即坠落在地 地面当即裂开 害动了整个拳王空殿 不得不说 贝奇特堪称十秒真男人 在被亚莫西狂走的十秒内 贝奇特愣是忍住了 没发出一声嚎叫 而一旁的巴朵斯 也被刚刚的雨波震退吐血 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 而亚莫西漂浮在空中 扫射过拳王和巴朵斯 你们不用再对那个贝奇特 抱有希望了 你们根本不知道 你们面对的是什么 开启了超神六形态的我 是无敌的 随着烟雾散去 巴朵斯看到 贝奇特躺在地面一动不动 像是死去了一样 拳王大惊失色 巴朵斯也傻眼了 但在这时 巴朵斯突然惊叫出声 亚莫西一颤 他朝地下看去 直接躺在地上的贝奇特 突然动了一下 随后 他简单的爬了起来 亚莫西顿时瞪他的眼睛 一度以为自己看错了 他清楚 自己方才的一番攻击的破坏力 有多恐怖 以贝奇特超神六出息的力量来说 吃下这样的攻击 历死无疑 此刻 亚莫西的同人力 竟然掠过一抹惊恐 但他不会给贝奇特喘息的机会 趁贝奇特没有站稳 他身形一闪暴冲过去 一拳再度攻向贝奇特 这次他打算 让贝奇特彻底化作粉末 看他还怎么复活 那下一秒 一股银色光芒 覆盖贝奇特全身 亚莫西的拳头砸来时 贝奇特身前一米处 出现一层无形护照 亚莫西的拳头打在护照上 再也无法前进一分 亚莫西呼吸一紧 看向贝奇特 只是贝奇特广化抬起头 此刻 他的头发已经变成了银色 他对着亚莫西轻面一笑 超神六鼎风 天下无敌的力量 好大的口气啊 简直没把我放在眼里 那我也只好认真些了 亚莫西一愣 认真 难道刚刚的贝奇特 拿出的不是全部实力吗 他几乎没来得及反应 便被这股冲击力震飞出去 重重摔在地上 巴朵斯和拳王几乎要窒息了 这是什么中二台词爽文剧情 这种反转都能发生 他们一时居然无法分清 谁是劣势 谁是优势了 而那一边的亚莫西微微喘气 从地上爬了起来 他死死盯着贝奇特 看起来你有自傲的资本 或许超神六真的不足以杀掉你 而此时贝奇特 已经用自己的神之力修输了断手 他身上的伤口消失不见了 亚莫西狠狠地吸了口气 到了这一步 他已经没有选择了 他必须豁出一切 轻刻间 他的身上绽放起了滑光 亮光绽放后 亚莫西低吼着 他嘴里已经有鲜血渗漏 颜色越发苍白 此刻 就算是拳王也觉得 眼前的亚莫西 俨然成为了多元宇宙里 无法打败的人 但亚莫西还不肯停下 他双手举起 宇宙中日月星辰都在向着他靠近 他身上的气息蹲蹲爆起 却又迅速融化在宇宙当中 仿佛他的气息 已经跟宇宙万物融为一体 巴鲁斯震惊而忘 这一刻 亚莫西贯彻了天地 融合的环宇 贝吉特看着亚莫西连连摇头 你利用大神观的神力和身躯 将斯亚人的变身能力 不断地逼向极限 可是 这超神八的变身开启后 你的下场只会跟凯西一样 纵然你赢了我 又有什么意义呢 亚莫西大吐一口气 听着贝吉特的话 他若有所思 可瞬间 让我坚定起来 少废话了 你只需要知道 超神八 这并不是我的极限 而是大神观 这具神之体的极限 碾压你 绰绰有余了 贝吉特点点头 不错 现在的你可以与我一战了 让我先冷笑起来 你还真的是狂妄 超神八的力量 也仅是与你一战 难道你以为 你就靠一个二环合体 就能无敌了吗 贝吉特摇一摇头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无敌 至少目前 我还没有输过 另外 我觉得你很可笑 塞亚人的变身 只是激发自己体内的潜力 效果应人而已 并不是高等的变身 一定能打败低能的变身 亚莫西低笑一声 身上绽放出无尽光芒 一股澎湃的力量 从他体内绽放 这股力量令人窒息 巴洛斯只觉得 心脏在这一刻 就停止了跳动 时间也似乎凝固了 这一刻 亚莫西的力量 也能到达到极致 亚莫西淡然而望 盯着贝吉特 眼睛深处全是傲然 但下一秒 贝吉特突然出手 居然也摆出一个动作 亚莫西呼吸一紧 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贝吉特的动作 竟然与自己的一模一样 贝吉特身上 也散发出一阵亮光 而且这亮光 要比亚莫西大得多 散发的力量 也比亚莫西澎湃得多 亚莫西瞪大眼睛 看着贝吉特 一路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 两久 他才反应过来 难怪 难怪你无惧我的超神八形态 难怪你始终保持着 令人做我的自负模样 原来 你的力量早就超越了我的超神八 贝吉特淡淡道 并不是我的力量超越了你 而是你的超神形态 早就被贝吉特被破了 亚莫西一正 他不明白 贝吉特什么意思 贝吉特接着开口 在你用出超神五的时候 实力宁远超贝吉特和孙悟空 可贝吉特不愧是战斗天才 言语上 他不宜挑衅你 在战斗上 他可以避开与你的正面交锋 这些手段 使你暴怒 冲昏了头脑 在你爆发出超神六的时候 你的神之体已经受到巨大的损伤 你之后的超神七 超神八 虽然表面看起来声势浩大 实际上 你的神之体透支严重 早就被掏空了 所以 并不是我的力量提升了 而是你的力量下降了 听着贝吉特的话 亚莫西面容越发的猙獰 他咆哮一声 但是不管不顾 也不在乎什么身体损伤 他只要杀了悟空和贝吉特 亚莫西手中的能量 朝着贝吉特疯狂打去 贝吉特也不惶恐 掌中也汇聚出能量 射向亚莫西一致碰撞 这一刻 便是天崩地裂 日月无光 整个多元宇宙都狂颤不止 冲击波直接撕裂虚空 支出数个黑洞 至于亚莫西和贝吉特 早就不见了踪影 彻底被爆开的破坏之力所淹没 这会破坏之力 持续了足足两分钟 才渐渐消减 随着烟雾渐渐消散 里面的景象令人震惊 只一眼 马朵斯和拳王都懵了 贝吉特没有死 完好无损的战者 亚莫西也没死 也是完好无损的战者 似乎两人 都没有受到彼此能量的伤害 但贝吉特这边 他周身的空间完好无损 没有一丝开裂 反过亚莫西那边 他的周围 已然是一片死亡之地 他的身后 出现一个硕大无比的黑洞 毫无疑问 亚莫西败了 败得无比彻底 亚莫西面色苍白 双眼那么巨大 他虽然身体没有受到损伤 但他内心 已经恐惧到了极点 他轻慌地开口 问贝吉特为什么不杀了他 贝吉特平静地说着 死二人死一个少一个 况且 你的身体还是大神官的 我已经杀了马朵斯的母亲 并非复杂 从去之后 涌现出一股羞愤 你杀我 我也杀不了你 不能为凯西报仇 我活着 还有什么意义 亚莫西咬着牙 缓缓抬起的手 然而 贝吉特突然反问了一句 凯西运他的生命复活了你 你现在又要结束你的生命 那凯西的死亡 又有什么意义呢 亚莫西一愣 随其他露出苦涩的笑容 是啊 凯西运他的生命 复活自己的时候 也没有非要自己为他报仇 想必 他是想让自己利用这个机会 好好活下去的 贝吉特接着说 等到超级龙珠复原了 我会请求神龙复原你的身躯 你现在 赶紧从大神官的体内出来 别再霍霍人家的身体了 贝吉特的话 一拳打动了亚莫西 让他生出一丝 放弃轻声的念想 就在这时 天空之龙立刻裂开一条缝隙 你到阴沉的声音缓缓传来 亚莫西 你身为传说塞亚人 还拥有了大神官的神之体 居然还败得这么惨 真是废物一个 王妃我叫给你 躲避拳王消除的办法 随着声音结束 你到黑影在贝吉特面前凝聚 知道黑影静静地注视了贝吉特 像是在观察什么 贝吉特也盯着黑影 他感觉到 从黑影身上 散发出极其可怕的气息 但这股气息 又有一丝熟悉 这时 黑影开口 你为什么不害怕 贝吉特一正笑了起来 需要害怕的人是你吧 今时今日 在这个宇宙里 还有人需要我贝吉特害怕 想打架吗 那就来吧 黑影没有动手 继续开口 在真正的万物之主脚下 万物之主只需要一个念头 你们就会化为粉末 你得罪了万物之主 却还想要反抗万物之主 所以 你还不逃吗 那么 出现的这个黑影是谁呢 贝吉特会跟他开战吗 订阅壮壮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